普里镇哲学步道不仅环境优美沿途绿意盎然 也让此一步道成为民众散步休憩的地方 平时更是人来人往 但这优美的环境日前却遭受到民众 在打百天开车载废弃物到哲学步道来丢弃 完全不顾虑来往民众的目光 在经过民众露营沉浸公所之后 公所也立即请县府环保局到现场进行收正看查工作 这压不得啊 因为这每天都会让人家走路很漂亮的步道 如果丢了这些真的是扣分很多 扣分非常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剪矩 常常来因为这边很凉爽 一般的时候是还不错啊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垃圾这样子 有点生气吧 因为是大家休息的 休憩的地方 然后这样被弄脏弄乱的是觉得很不OK的 针对民众在哲学步道乱丢废弃物一事 据环保局调查 民众是将废弃物丢弃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 但随意丢弃事业废弃物也属违法 县议员陈怡君也提醒民众 要透过正当管道来丢弃废弃物 并表示哲学步道是民众喜爱休憩 风景优美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维持良好的环境 有民众在自己的这个农地上面 到这个事业废弃物 那这么巧呢 他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土地 就是在我们哲学步道旁边的这个 这个勾取的部分 呼吁我们的民众 即便是在自己的农地上面 也不可以随意去倾倒 或者是占置所谓的事业废弃物 那再加上哲学步道呢 其实已经对普利正名来讲 是一条每天都会想要去休闲的一个非常浪漫的 非常干净 非常生态的一个步道 那在这里呢 也要特别呼吁我们所有的正名 大家要继续爱护这样子的一个好环境 副一掌盘一拳也希望民众要有功德心 不要谈吐方便就将废弃物随意弃制 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平德 共同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陈文一 普利正采访报道 我们的生活环境